馬尼拉脅持人質事件發生就快一年 有生還人質及死者家屬去到菲律賓 籌備訴訟及追究責任 由潘慧琳在馬尼拉報道 逃過被槍搜門多殺射殺的團友李盈全 在慘劇發生接近一周年 再來到菲律賓 同行的還有遇害領队謝廷進的哥哥謝志堅 及協助他們的立法會議員陶謹申 他們與人權律師開會 商討索償和訴訟的安排 認為可以控告負責刑救行動的官員 魯莽殺人罪 一方面是刑事 另外就是民事 然後就是行政方面的申訴 初步我們談完 其實我們都有很大的信心 至於你說在告的時候 會是哪些人需要負責 或者什麼 這件事我們要跟律師去再詳細研究 香港洗印庭3月裁定 八個死者是不合法被殺 陪審團一致認同事件是由菲律賓政府疏忽所致 當地律師說考慮將裁決作為呈堂證供 道謹申說下一步他們會跟律師行研究律師費怎樣收 包括研究不成功不收費的方案 之後就會正式提出起訴 無線理事記者潘瑞琳在馬尼拉報道 我們要在公安看 照片中的中國彌尼拉報道 頂然後他們要退休息 我們要把這些索尼拉霞 最新的公安 我們 dir